Go, go, go to Shantin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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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o the future Go, go, go above this time Go, glory, peace and harmony 不晓得耶稣基督和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是怎么样 伤害他们的人都会杀地狱的 而且好糗 不过伤害师父的人 我没看到人杀地狱 他们无名嘛 是不是 无名得做啦 如果他们明白就不会做 明白的人还算什么呢 无名的人我们才可怜啊 像小孩子他们乱打我们 我们会打他们吧 是不是 小孩子我们刚升纸来 有一两三岁有没有 有时候他跟我们爸爸妈妈玩 然后打 然后打 拉糊涂有没有 拉头发有没有 我们也不会打小孩 不会生气啊 不懂事嘛 是不是 即使人啊 具有那种松恶的心 或是那种松恶的行为 也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了解的等级嘛 那我们怎么能够怪一个无名的不懂事的人呢 我们的那个大丈夫了解很多 我应该原谅那种人才对啊 是不是 那我一定不会被罚什么啦 不过这样子是对他们不好啊 他们那个罪恶感啊 应该承担很久很久 就对他们比较可怜而已 那如果他们有一天后悔的话 一定会有啦 很快啦 没有一个人不后悔啊 像我跟你们讲啊 以前之后刚才台湾就诽谤很多啊 有没有 那每天好像都听到报纸有写什么啦 现在没有啦 没有啦 还有我们越南人也是这样子 那刚出去越南红拔的时候 哇 后来呢 最近啊 不是 不是最近啊 现在没有啦 以前啊 每天啊 几乎每天都受到一封 两三封诽谤的心啊 写得好惨好惨啊 好凶恶啊 好肮脏啊 现在也没有啦 忽然间都跑到哪里去了 不晓得 我一定会后悔啊 我一定会有一天会悟到 你每天念那个金孩的名字 我一定会有效嘛 对 不管你怎么念啊 是不是 那个医生给你要啊 不要是不是 不管你讨厌的喝 或是喜欢的喝 那个还是有效啊 是不是 医生那个打你的针 是不是啊 不管你讨厌的 或是不讨厌 那还是有他的功用啊 没办法 那功用就是功用 不然的话 这算什么功用呢 是不是 就别是说功用不好啊 有偏向的那种程度啊 他还已经说 佛菩萨的能力 无量无边的爱力 慈悲 不分别心 哪里还知道 那个人念是讨厌 或是这个人念是喜爱的念啊 念就是念嘛 是不是 听到名字就好了 还是在那里分别那么清楚 这谁讨厌 谁不讨厌 这些人太忙啊 太忙 佛菩萨那么忙的话 那算什么呢 还在那里计算那么清楚 是不是像世界的人一般啊 所以是福不算 不算 不算脏啊 邪念就是念 不管的话怎么念 懂不懂 他无形的念到无精的 念无情的 念无心的 念到讨厌的 念 敬爱的念 都会有效了 意思是说我们那个 不小心碰到谁 怎么样啊 是 不小心碰到华 怎么样呢 消 是吗 同样 不小心碰到佛菩萨 我是讨厌碰到佛菩萨 都是碰到佛菩萨的嘛 这样才好玩啊 我也认为很好 那现在师父跟你们说 所以要跟你们证明说 即使我们修行 可以看到过去未来 可以看到很多高的境界 怎么样啊 那个暗瘦的那种众生 还是会干扰我们的 所以我们还是 死死要小心 死死要念无趣 死死要保护自己的定力 碰到任何情况 都应该知道那个幻想而已 马上就里面的佛帮忙 里面的上帝 里面的师父帮忙 我们不要在那里 等到那个时间太晚了 再挖挖叫 有时候麻烦很多 要伤害到别人 也不让对方伤害我们到这种程度 就让他自己也会受伤 了解师父意思吗 我们死死都久就好了 就没事嘛 不会伤害人嘛 即使没有笑也不会害啊 就别 比那个我们念事事非非还要好啊 是不是 那就我们精神要轻松啊 那个普通的人很有送恶的心啊 念那个佛博士名字还有效 何况我们静静凉凉 散散凉凉 心心想想念啊 是不是 那当然笑更多啊 如果没有比他好 是相当跟他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时间过期了 事情过期了 在那里救师父 或是在那里宅念武器 有时候后果比较严重了 麻烦而已 不是不能救 麻烦 只有那个方法 就可以保护我们 像那两位夫妻 既然他们修行就不错那么高啊 不过他们 自身他们是民事的 民事的 也可以教人等等啊 还有放光什么样啊 好 那个我相信 OK 不过连这个样子啊 被碰到那个不能救出去嘛 就是忽然间有人进来 就这样这么严重 他们也常常这样 连人也不敢接经 徒弟也不能在他们方便学 都是用心的 很小的人能够进到他们的家里面去 好 我相信他们的敏感的那个程度 不过 我讲啊 因为有可能因为他们也是肉的关系啊 他们说他们不喝酒 又受不了厌味 所以去哪里都不敢去 那肉受得了 受得了 不管他们什么程度 如果是肉的话 那个 那个耐力不够 那个忍耐的力量 容纳的力量很小 所以不敢碰到人啊 何况 不敢说几千几万人来皈依你 跟你运行或是怎样 没有认识你 也念你的名字就完蛋了 所以啊 那个世俗啊 有爱力啊 还是感化一些的 所以你们别 听外面的人 看别人修行业 吃肉 然后自己又被优化下去了 接力要清楚 事实是很好的 对万物要有爱心了 不然我们恋魔了 对那个无助的动物 没有一点同情心的话 那对我们敌人 怎么能够容纳呢 是不是 敌人对我们有抵抗力很厉害啊 那个动物都无缘无故 那无助啊 无罪啊 我们也可以人心吃下去啊 那恐怕我们爱力还不够了 不管我们做什么好事啊 恐怕那个爱力不深啊 不深到看到动物不动心啊 我们试书了以后 我不晓得里面是怎么样啊 师父啊 就是看到蚂蚁有时候 被人家不小心踩到啊 然后它在那里滚了有没有 有时候破掉一个脚 或是破掉某些地方 哇在那滚来滚去 我心的到好像裂开了样子 我在那里有时候 在那里看到好久 在那里我受不了啊 我跟他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 我真的心好痛苦啊 我看他那个一样 死也不死啊 活也活不下来 我也不能杀他 因为杀了以后 他死了以后 他还是痛苦啊 他还是认为他没死啊 他家里滚来滚去啊 像我们那个受伤的人 或是被策划的人 死了以后 还是认为自己满满水啊 脸孔很恐怖 有时候出现那个脸孔 给人家看 或是被那个厌死的人啊 如果没有超生啊 没有名字 没有人知道 他们就认为他们还没死 一天到晚都冷死啊 不管你装什么衣服给他 他都是很冷 就是因为 那个我们那个阿塑的身体啊 很敏感啊 跟我们肉体差不多 就跟过度敏感而已 我们修行的人 所以假如我们说 我们修行的人 几千几百几万倍更敏感啊 因为我们修行了以后 我们越来越离开这个肉体 懂不懂 离开精神的 精神离开很远啊 所以那个 那我们还是应该滚在这个世界里面啊 所以那个 那个敏感度啊 增上好几百倍啊 我们还是应该滑在这种粗糙的地方啊 我们已经很敏感了 而且又应该留在这边 所以这样不一样啊 有时候你们修行了越多啊 如果你们有帮助师傅 有时候你们帮助师傅弘法 或是做师傅什么样的工作 以后吃饭了就吃不下 不是因为饱 不是因为饭煮不好吃 就是因为你们的那个等级 已经超世界太久了 超到了好久的当来里面去了 所以那个饭啊 菜啊 感觉到比较陌生啊 不属于这边的世界嘛 懂吗 就我们还应该忍耐在这里而已 我们人已经不在了 有时候应该来来去去 为了足理世界的因果啊 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 承受很大的那种压力 很痛苦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修行越多 又感觉到压力痛苦啊 你们不要怕啊 这个表示说我们已经很高等 因为我们更敏感这样子 不是世界对我们更有压力 不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这个等级比较高 受不了而已 要忍耐下去就好了 OK 忍耐下去 你也无趣多修行 过了几十年几年我们也走了 不久了 最后一次嘛 要求你们忍耐 最后一次而已 OK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今天来喝茶 你们可以去吃饭了 偶尔再晚一点 不怪师傅 多付一点油栏车的钱就好了 如果不够可以给我们申请 好吗 谢谢 优优独播剧油栏车的尤独播剧软 全吃烧 半钟 over一斤 谢谢观看 没有人不来的 没有来的人举手 给人送 给人送 你来看我 你呢 偶尔要漂亮一点 不然你们认为人家不要我就进来当你们的师父 不然你们只有认为你们宅漂亮而已 我从哪里走比较公平 看不完 看不完 拜拜 拜拜 大家保重啊 保重 谢谢 谢谢 可以唱音给大家听文色到党中文 党中文 太棒了 下个礼拜音信 ok 好久不見